而這場風波的禍首也只是提供黑心起雲劑的廠商 育申公司雖然負責人賴俊傑已經被收押 公司也停業 但是竟然被民眾發現疑似在深夜繼續出貨 有可能會殷滅證據 新北市衛生局今天會同警方到現場稽查 並且派人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站崗 嚴防育申公司再有任何動作 不好意思 我們這邊新北市政府的 玉身被爆繼續大出黑心貨 昨天衛生局人員上門稽查卻被擋在門外束手無策 吃過閉門羹 今天稽查科長親自帶隊出馬 不用扣人而入 科長向隔壁店家借貨梯 一上樓果然發現大批玉身庫存香料 只見一桶桶裡面滿滿都是香料 懷疑這些玉米粉 卡拉椒 乳酸那也有問題 衛生局打算一一帶回化驗 至於深夜偷偷出貨 衛生局也有辦法 原料把它去化驗的話 我們馬上大家會最近評估出來 就會看要不要做那個後續的處理這樣子 塑化劑風暴越滾越大 原本在工廠內上班的員工 聽到官員上門稽查風聲 早一步離開 不過被批評公權力不張的新北市政府 這回使出殺手劍 派出各鄉實彈的原警會同公務局要來拆除違建 拿出平面圖發現一整棟玉身公司四樓後半段和五樓都是大違建 違建就是也順便看啊 因為它上面是頂樓也要請拆除隊去了解一下說是不是違建 會同拆除大隊近期內就要拆除 五年下來玉身出產的一百噸塑化劑早就被民眾吃下肚 現在公權力總算硬起來希望把傷害減到最低 知者曾鈺維 汪錢晃 新北市報導